大家好,我是Dr. Lee,让我来关心你的健康 或许你听过B型肝炎,但其实还有A型、C型 但它们到底是什么呢? 病毒性肝炎是一种传播性的病毒感染肝脏疾病 病毒性肝炎一共分为五种 Hepatitis A、B、C、D和E 病毒性肝炎的症状包括了发烧、皮肋、没有胃口、腹部疼痛 皮肤或眼睛带黄和关节疼痛 A型肝炎病毒主要来自被粪便污染的食物和水 B型是通过血液、阴道分泌物或精液等传染性体液传播 C型是通过被感染的体液传播 而D型是通过感染性的血液传播 最后,E型一般出现在卫生不良的水里 通常出现在被粪便感染的供水里